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修复任何东西,分割任何东西 并且进行图像修复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图片 它可以通过模型 对这个图片的细节进行分割 然后每一部分都可以进行重绘 这是它的一个用法 然后具体的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使用 这是它的包 大家下载的时候应该是有两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它的本体包 这个是大家必须要下载的 这个模型可以下也可以不下 因为这些模型都可以在使用过程中去下载 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去使用 点开这个双击启动器 这边会提示找不到模块 但是这个错误没关系 可以忽略掉 打开这个地址 这是它的使用界面 我们刚才说的模型 然后在这个地方是需要一个模型的 这个地方需要一个模型 我把它放到了我们这个包里面 大家可以直接把它拖到这个文件夹里 把它挤到当天文件夹 然后进行覆盖就可以了 另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不去下载这个模型包 然后在这边去下载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中这个模型 然后点这个下载 大家看这边 这就开始下载了 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自己下 然后我们再重新看一下 这个下面这个重绘模型 也是一样的 你选中的时候 使用的时候直接点这个重绘 如果它检测到没有模型的话 它会自动先下载 这是模型的使用方法 我们这边已经有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模型直接拷进来了 然后把它直接拖进来 挤到当天文件夹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等它挤压完 好 这边所有的模型都押过来了 然后我们来启动 点击这个启动器 这边的模型就有了 但是注意一点 它不是这个所有的模型都有 它只是前面三个 就是我们这边 模型包里面呢 也只是最常用的这个模型 而下面这个的话只有第一个 下面这些都是没有的 大家需要用的时候 可以自己去下载 然后我们选一个模型 用这个 然后来点下下面这个分段 这里面有一些选项 广成模型就行 不用去改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 它对图像细节进行了分割 这就是最终的结果 然后这边模型简单的说一下 模型越往上 这个模型的体积越大 然后对这个细节的分割 详细往下呢 模型体积越小 但是对细节的分割 不太行 越来越简单 所以这个我们一般的 用这个第二个就可以了 算是适中 然后呢这边造线模板 我们需要这边标注 需要取重绘的部位 这边它有个提示 按住S键可以放大 这样我们放大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换这个头 反正换大一点 在这边勾一下 这边勾一下 这样呢代表我们选中了这个头发 然后我们让它回去 点S键 收回 点这个创建模板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呢 头发就被选中了 这是我们需要重绘的部位 大家注意 这边呢有一些小头发 没有被选中 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 接着去补一下 画一下 然后我们再点这个画笔扩大门吧 因为我们是多加了一部分 所以就扩大 大家看到这个所有的头发 已经都选中了 然后呢我们这边 可以去填你的提示词 然后我们把这个头发 改成红色的 红色的头发 好下面这些 这些也是保存MORE就行了 没必要动 这采样器的话 我试了一下 基本上效果差不多 大家看自己兴趣吧 可以改也可以不改 然后我们这时 这个模型是我们已经有的 其他都没有 需要自己下载 点重绘 这边的运行还是很快 好大家看 头发变成了红色 好这是我们更改之后的结果 效果还不错 如果你觉得不好的话 可以再运行一次 或者你可以这边 添加更多的提示词 这边提示词越详性的 最终的出来的结果 越符合你想要的目标 这个红发 是看的比刚才要好 好然后 然后我们再来试试一下 这边可以取消掉 点这个取消掉 然后呢我们选中这裤子吧 然后这边图一下 放进蒙版 好大家看这个选中了 这个裤子是吧 它是几种颜色的 我们可以给它换成取音 这边可以给它改成短裙 好然后来运行一下 好大家看到是吧 裤子变成了裙子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这边 我们有一部分没有选中 当然好像没什么区别 裤子的材质没有变 当然你这边 如果你想更详细的话 这个裤脚 你是需要勾上 怎么勾呢 在这边 因为这边我没有选上 它的颜色跟这边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去 描一下 然后创建蒙版 这样大家看是不是都选中了 这样是可以的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先创建 然后这边这个角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画笔扩大 蒙版来做 这边稍微勾一下就可以 这样描一下就可以 然后呢 画笔扩大 这样也能描绘上 但是如果这个角是这样的话 那么你就得描绘的更细一些 才可以 要不然这个旁边的这个桌子 也被选中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 还是从这边去勾 当然有时候 如果我们这边发现 东西多了是吧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减小这个版本 然后来这边做一个去除 这个大家需要去 自己去体会 一般来说 用上面这个效果更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重绘 这边还有另外两个功能 一个是消除 这个消除功能的话 我示例下不是很好用 效果不是太好 给大家简单的做个演示吧 然后先去掉 比如说我们消除这个 消除这玩意儿 给它涂一下 然后放进一个萌柏 这样选中了是吧 然后直接消除就可以 点这个消除 但是大家看 这个消除的不太好 怎么样 然后呢 这个大家也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因为它这个 更多的是衣服的替换 更多是人身上的替换 效果比较好 其他部位的替换 也就消除 效果不是太好 然后有个门板 这个门板还是挺有意思的 比如说我们这边 选中这个人是吧 跟边勾一下 我们整个人都图中 好 我们创建门板 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们把整个人都选中了 然后点这个 大家看是什么效果 它是相当于是把人 从背景里面抠出来了 这个功能呢 可以用来抠图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下面这个是用来创建门板的 黑色的门板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软件 在这个同汇这一部分 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消除呢 这个效果不是很好 当然也可能是这个模型不太好 后面这个模型呢 我没有下载 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但是应该是差不多才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